披荆斩棘四成团名单预测,所有人都在配合节目组的剧本演戏。 一铁衣八百票,本次换了主持人,由胡海泉代班。 我还是更喜欢齐思君,他不在的时候真心不习惯。 大概是因为小齐有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非常讨喜。 铁衣加入的武师元素真心很酷,甚至比哥哥们的表演本身都要更吸睛。 看完这个舞台最大的感受是,林一伦真的不适合当队长,全程都是力不从心。 包子顶着副队长的称号高压扛下了一切,但个人票方面竟然低于林一伦, 这应该是芒果给予这位老大哥最后的体面了,毕竟还挂着队长的名字,总不能太难看。 二公林一伦卸任队长后,虽然在王征亮组拿到了全场最高票的舞台, 但他的个人票排名已经在哥哥中排倒数,逐步下滑明显出舞台第九。 而且在二公的组内也排在最末,其他三位都是TOP10、王征亮第二、高清晨第五、蔡明佑第十。 按照目前的状态走下去,基本上最终成团的可能性很低,就算进入名单也是边缘。 傅新博是帅的,当年影儿那些AA制没安全感的话,让他挨了很长时间的骂。 后来因为庆余年二重回观众视野,很多解释才能被更多的人听到。 信任度,有时候需要依靠热度和好感度来决定。 好像傅新博这次和余文文很像,不论是本人还是所在的部落总在书。 黑泽已经在二公逆风翻盘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轮到包子。 杜海涛的画风和所有哥哥都不相同,甚至和整个节目都不同,违和感非常重。 PS,在百科里,这个节目的参与人员唯独漏掉了杜海涛,挺奇怪。 二谁,841票。 胡夏的长相和声音都让人觉得纯粹和干净,只要是vocal歌曲都不必太担心效果和发挥。 后续唯一需要挑战的是唱跳和唱演,也不能总在舒适圈呆着。 我是看着宁环宇从2013年的快乐男生出道的,当年还有点稚嫩,如今看外形势更有男人感了。 但从彩排等幕后花絮可以看出,缓缓的内心还是很脆弱,协调和统筹性也偏差。 年龄只在她的脸上留下了痕迹,重大变故将她击垮了。 谁这组成员,似乎只有胡夏唱得嫁轻就熟,其他人都不在自己的音域舒适区。 即便是胡夏,偶尔还是感觉调子偏低,听起来不敞亮。 表演这件事,要把自我感动的部分传达给观众,本身还是很困难的。 三自由飞翔827票 排练时矛盾感最强烈的一组,主要源头在向左。 一群哥哥哄着弟弟表演节目,要不实在太难看。 对于向左的行为,只能说一公离开,确实是最好的选择和归宿,披荆斩棘的哥哥这个节目,不论从哪个层面来讲都不适合她。 关于她遇到问题,就想退赛的争议,从个人角度出发,我更战雅。 男人应该去解决,而不是逃避。 这组真的挺奇妙的。 有的时候,慢不慢,和长相真的无关。 抛开幕后彩排等矛盾故事不谈,即便只看舞台也有点乱糟糟的,明明很棒的设计,演出了群魔乱舞之感。 歌词最后一句是不要再回来,这个ending似乎与现实有种奇妙的对应。 四明天的明天的明天,839票。 和声部分非常棒,比稍后的个人,solo,要强太多了。 这首歌的岁月感是最难呈现的,年轻人身上几乎无法捕捉这种痕迹。 总的来说,并不适合目前组内的四个选手。 看完第四个作品后,感觉本届的纯唱跳舞台真的比例过低,希望后续能把强度拉起来。 5亿于872票。 故事叙述感最浓厚的舞台,很强烈的0713作品翻外。 在彩排式戏时,你会发现演员进入情绪的速度确实更快。 徐海乔和李泽峰的眼神戏都挺出彩。 树叶有专攻,就是这个意思。 轮到唱功部分,那就是王征亮更胜一筹了。 这次没有其他0713的成员来分票,主场优势也更加明显。 异语这个歌名的意思,通俗理解就是梦话,或是讲述一些荒诞的内容。 作品传达的精神内核很精准,一些场景设计也颇为细节。 Apart字样,最后是反的,就像梦境里颠倒的自己,或是镜中另一个世界的自己。 哥哥们演出了一种人格分裂的感觉,全场最高票不意外。 6.Emma Get It, 798票。 全场唯一的纯唱跳舞台,但也是全场的最低票。 其实这个版本已经在降低难度了,毕竟不是从头跳到尾,中间还分了一部分给偏静态的solo。 弹剑刺这首歌太难,难得不仅是舞台本身考验唱跳的持久力和技巧性, 同时还有观众对原唱的印象根深蒂固。 你想想,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的Emma Get It是更高分魅力值的,那哥哥舞台就相形见处了。 但我认为,弗龙飞他们是很有诚意的,毕竟唱跳的比例相当大。 可这个,票实在有点偏低,如果不是个体成员败好赶拉低君值的话,就是现场观感没有录播版的吻。 7人是下话线855票。 虽然,一直有人质疑李克勤的票数,但他的现场真的稳。 在李克勤没有开口之前,秦浩唱的感觉是最对的,好妹妹的声音真的让人静静地很安心。 说实话,如果是粤语版应该效果比现在更好。 他们想唱出震撼人心且拷问人性的人是下话线,但整体感觉有点平。 并不是表现得差,而是没那么出彩。 这组还有个印象挺深的点,就是关于彩排。 有时候我觉得芒果的哥哥姐姐节目,为了能让剪辑有素材,很多不熟练都是演出来的。 所有人,只是在配合节目组的剧本演戏而已。 不仅是舞台上的哥哥,还有舞台下的观众,甚至是屏幕前的我们。 台前幕后,线上线下,都只是一场戏而已。 节目组专门选择了刚刚接触这首歌时最困难的状态来拍,放大逆风翻盘的感觉。 选手们难不难? 当然也难。 黄霄吊威亚在空中跳舞很难,阿如奈祖的舞打戏搬上舞台也很难。 但这样的难,本身在参赛前就是有预期的。 节目组刻意放大了困难的部分,打造了踏平坎坷成大道,痘霸艰险又出发的场面,带有浓浓的剧本感。 当然,对于一直追看哥哥姐姐的朋友们,这个剧本是老套路了,不陌生。 最有意思的是,李克勤部落直接把这种眼拍了出来。 有趣! 8.爱事怀疑868票 还记得当年看第一季披荆斩棘的哥哥时曾打去说过,等很多年后,爱豆大部分都30岁家了,那些选秀的男团和女团就有了再就业的通道,直接组团来参加芒果的哥哥姐姐节目就行。 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比想象来得早了许多。 爱事怀疑非常棒,尤长静真的很适合比赛,她也喜欢比赛。 如果非要鸡蛋挑骨头,就是rap部分没有合唱的感觉好。 当然,我还在盼望能听到尤长静和早安合作飘向北方,虽然出于原创的问题,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 9.YYY哥哥812票,弟弟823票。 选人其实策略很有问题,明白着就是让弟弟对赢的。 袁承杰和蔡明佑的人气值,真的比不上高清晨和庆莲。 不是说哥哥们不够好,而是跟弟弟们的现场支持者更多。 芒果依然是很厉害的端水大师,演唱会都是安排哥哥弟弟分别赢一场,交错进行,不偏不移。 所以,合理猜测他们最终的成团名单也会是这样的局面。 按照前三季哥哥的成团名额为基础,叶秋晨这次还是以17名来预测。 考虑到端水效应,应该是哥哥团9人,弟弟团8人,前辈们略胜一筹。 当然也不排除有变化,毕竟本次姐姐团都是,较以往加了名额,当然也要看他们交换的成员是否算在新队伍里。 规则说了算C位,李克勤,出平,一公,二公,登顶排行榜首最多的哥哥,不论是资历还是人气都是可能性最大的,甚至有可能兼任最佳队长XLeader。 人气上,唯一有竞争力的是王征亮,但考虑到资历应该给李克勤其他成员为王征亮, 由长静为李安,高清晨,梁龙,石凯,雅,胡夏,徐海乔,庆莲,蔡明佑,早安,傅新伯,弗龙菲,黑泽,焦麦奇,Xfire类的称号,应该是王征亮,由长静和为李安。 你的名单是什么?欢迎在评论区分享。